每個故事都發人聲心了 心病 年輕的妹妹也是有這個問題 欣宇 對 我曾經就是因為 交了一個男朋友有一段時間 非常黑暗 讓妳得了憂鬱症 對 剛交往初期的時候 他都對我非常好 就是 可是他有個問題 就是他脾氣很不好 就是如果我愛到他 正在專心做的事 比如說他正在打電動 他就會突然暴怒 很生氣 有一次就是這樣 然後他就拿枕頭做事要揍我 就是有點暴力傾向 那一次妳打斷了他什麼事 我打斷了他打那個線上遊戲 就只是打個遊戲可以這樣 對 所以就平常真的都很好 平常對我很好 然後我也很愛他 然後當然就是這種情況的時候 他就會脾氣開始暴躁 但那一次我就是 因為他有這個暴力傾向 就是很難過 然後很害怕 我就衝出門 但那時候還是追過來 那有跟我道歉 我還是原諒他 因為想說我還是很喜歡這個男生 對 那後來呢 就是有一次很嚴重的是說 就是我跟他約好 禮拜五可能要去吃火鍋什麼 就是他就經常的消失 就電話都打不通 打到上百通 就到禮拜天他在回撥我電話 他說我睡著了 我就想說 對 我想說怎麼可能睡兩天 一睡睡兩天 我想說很扯 後來我真的有發現 就是他就劈腿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說 自己是不是 黑眼圈太深 是什麼有內功 就開始會針對自己的外觀 然後表情一些 就是是不是皺紋太多 然後產生一些自我懷疑 對 然後那時候甚至嚴重到就是 我覺得就是有一點 憂鬱傾向的人 就是即便是那時候正在看 這些搞笑的故事 你都會不由自主地覺得 開始掉眼淚 妳該不會看周星馳的電影 也會哭 對 我那時候真的就是這樣 就是那時候賭勝什麼 一直重播 然後可是我就看電視 我就是一直哭完全笑不出來 就是自己其實產生自我懷疑 然後不是很自信 其實女生真的要有自己 有自信 就是先照顧好自己 就是吃好 然後睡好 然後就是可能 就去做臉也好 或者是就是一些 其他的 讓自己心情開心的事 對 就是美的方面 女生真的要就是照顧好 才就是比較對自己有自信 那像韓國的 就是那種女生朋友們 都是頂期去那種醫美的地方 就是當作是保養 就是繼續定期的就是保養 然後到後面就是 比如說四十歲了 或是幾歲了 都是就是保持得好好的 這樣其實是 就是不知不覺自己已經有自信 那別人也會珍惜你 然後我也可以照顧別人 我覺得這個方面 真的是滿重要的 不錯 很多人分手以後覺得說 那男生一定不喜歡我的 外表的哪裡哪裡 然後就成成一種 都會先對自己的外表 好奇一樣 韓國的女生都做什麼樣的保養 就是基本的 可能就是Laser是基本的 然後皮膚的 然後像我的話 因為我有時候就是瘦瘦的 就是這邊兩家會凹進去 所以我後來就是補充 就是腳原蛋白這樣子 然後後面就比較蓬蓬的 我其實是每年都會固定的 就是補充我的腳原蛋白 好 這個講到 這樣原蛋白就講到關鍵字了 因為這幾年很熱門 因為其實女生的膠原蛋白一流失 就漂亮不起來了 就變阿婆 因為開始會凹陷 所以我們要揭露 王醫師今天真實的身分了 他不是來跟你們聊心理的 他就是要聊如何讓女生變美 來 王醫師 女人要愛別人之前 記得先多愛自己一點 現在大家的觀念都很正向 現在很多大概20歲左右的 年輕女孩子 她就會跑來醫美診所 比如說做做 像剛剛宋敏晴講的做做雷蛇 打打之後 堵玻尿酸 這等於有點就是侵入式的微疹 對 侵入式的微疹 甚至臉頰凹陷的話 就會增加一點膠原蛋白 注射一些膠原蛋白增生劑 我來分享一個案例最近發生的 有一對夫妻一起來看門診 一起來看病 然後我們的熱情小護士 就過去親切的打招呼 你知道開口第一句話這樣問他說 天啊 那個女生當場炸鍋 氣到膠原蛋白流失了 對 所以開始投素變成克素 所以你看喔 有時候感情不順 老化也是一個元凶 那老化我們真皮層的 膠原蛋白會流失 所以就會凹陷嘛 產生皺紋 然後會鬆弛 對 比如說你看喔 這個皮膚模型 老人家就 這樣砸下去了 就凹一個刀 有的砸下去 你給它填充一些膠原蛋白 或玻尿酸它就膨起來 就變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你必須增加它的膠原蛋白 或者是注射一些皮膚填充劑 現在有沒有什麼比較厲害的方法 以你行醫這麼多年的經驗 就是膠原蛋白增生劑 它有很多種 那有一種新的叫做精靈針 精靈針 聽起來就很厲害的樣子 看起來就好強 對啊 精靈耶 我做的就是精靈針 然後真的 妳是做精靈針 妳現在才講 真是的 對 然後因為我比較喜歡這個的原因是 因為玻尿酸它其實進去 還是有那個固定的一些東西在裡面 那它是精靈針 是進去之後它就是吸收 然後它會幫助自己的膠原蛋白 這樣子 對 那我來跟大家 揮教一下解釋一下 對 一定要 就是玻尿酸跟精靈針 還有所謂的銅煙針 這些有什麼不一樣 比如說玻尿酸 比如說我們有法令紋 有症紋 臉頰凹陷 你打進去以後 玻尿酸大概3到6個月以後 就吸收掉了 就不見了 那玻尿酸本身比較不會製造 你自己的膠原蛋白 那於是最近這幾年 就有一些新的產品問世 就是叫做膠原蛋白增生劑 它打進皮膚以後 會讓妳的皮膚真皮疼 製造屬於妳的自己的膠原蛋白 精靈針它的藥 把它做成一個維球體 那什麼叫做多孔性的維球體呢 就是說你打進皮膚裡面 我們皮膚裡面不是有纖維母細胞嗎 對 那千維母細胞負責製造膠原蛋白 它居然就會搬家搬到那個維球裡面 這個支架裡面去居住 然後開始增生 開始製造膠原蛋白 也就是你幫它搭了一個支架 搭了一個骨架 所以它有一個立即填充的效果 那這個立即填充 你打進去它膨起來了 那一兩個月慢慢這個支架 消失了以後 你新的膠原蛋白長出來 剛好把它平衡掉 所以就維持它的膨潤的感覺 然後我們的彈性 支撐性 整個就起來了 對 它是這樣的意思 那還有一個 就是說以前你們如果去打 譬如說銅炎針 精靈針 就是膠原蛋白增生劑 那醫師會交代你回家要按摩五天 每天要自己捏自己的臉 對 跟笑而已一樣 因為它會產生硬塊 你如果沒有把它捏均勻 它在皮膚裡面一顆一顆硬硬的 那精靈針它又把它改善 它的製作的方法 讓它顆粒再小一點 所以現在新型的膠原蛋白增生劑 大概有好幾種已經開始不用按摩 會比以前方便多了 你不要每天回家 按五天 每天按五次 每次要按超過五分鐘 你這樣很辛苦 會來打精靈針 跟會來找你求助 也不都是那種感情不順的女生 對不對 你是不是說過 還有連那種大老闆都會來找你 是的 就是說大老闆的話 他在經營事業上 有時候會覺得最近 事業運不好 不順 或者是事業不成功 他覺得他應該要帥一點 要跟玉琳哥一樣 那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他為了改運 或者是他的一些公共關係 人際關係要好一點 他也會來打精靈針 所以說變成說他注射了以後 他覺得他自己變年輕了 然後這個男生的 這些大老闆也會產生自信 那人有了自信 做什麼事情 都會比較順利 因為你是真的是逆生長 秘密 真相只有我自己知道 小潔可以去打一下對不對 嗨 精靈針 你可能氣到都臉開始有點凹 不像你以前那麼膨 改善的地方很多 比如說額頭老了會凹陷 太陽穴會凹陷 臉前凹陷 然後比如說 你希望有一天 你給你老婆去看病 人家說你帶你兒子來 會喔 再這樣被氣下去的話 對啊 來來 邰哥 像剛剛欣宇講的這個狀況 是很多女生會遇到的情況 就是說 找到關係有問題 都會先責怪自己 那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問題要先責怪自己呢 其實是因為 當你責怪自己的時候 會比較有控制感 你如果責怪自己表示說 我可以透過做什麼方法 然後來扭轉這段感情 但如果你責怪對方 其實你做什麼好像都沒有用 所以很多人都會說 好 那我來想辦法努力 但是實際上 如果你真的要打針 那你就是要為了自己 而不是要為了對方 是的 如果先 你要做任何事情 都是為自己這個出發點 其實才是好的 如果你是為了對方 那終究你還是為了他開心 為了他難過 那你還是失去了自己 維持一段感情 從來就不是一個人而事 也不能說光靠愛就能解決的 當然 相處不容易 需要大量的溝通以及包容 然後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不要去改變他人 控制別人的情緒 我們只能控制人家怎麼影響我們 所以愛自己 讓自己更自信變美 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非常好 因為三位剛好有病了 可以看嘉義科 有心理問題的去找海派兄 希望讓自己有自信的 去找王醫師 一條龍的服務 對啊 剛剛好 就祝大家 不要再當類之女王了 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 謝謝